長者收股息 現在是晚上9點12分 還未開市 美國股票還未開市 還在等通脹有關的數字 我就這樣看 美國的通脹數字就是這樣 那個鮑威爾說得這麼鷹派 就是說不惜要你的個人和家庭受苦 我都要治好這個通脹 這樣說法我就覺得他有些把握可以搞定通脹 不然就被人笑他 不理人間死活 這個數字都會被人說 但是他說得這麼厲害 我就覺得他有些把握可以控制到通脹 而且純數學 如果當5月的時候的通脹數字是7第8 明年的通脹數字如果是7是8 這樣就等於0 就是E1onE 就是同比是0 我覺得他自己也有些把握可以搞定通脹 所以就看看他一會兒宣布的數字 是不是 我上一次說了大快活 維他奶那些就失去了昔日光輝 有一個網友很有誤性 他就留言給我說騰訊會不會是這樣 騰訊的走勢確實是有這樣的意思 我也相信他們的管理層也想到這樣的事情 所以他們的管理層過往幾年 就什麼行業都投資的 有錢就去買 什麼都買 上市又買 未上市又買 空險投資又去買 就買了很多很多資產在裡面 我想他們都想著 如果他們本業的遊戲 微信 那些這樣 有朝一日都不是這麼好景的時候 他們還有其他產業可以賺錢 但是中國就不希望那些有錢的公司 所以每一樣都去買起來 所以都要有些技巧去處理這些東西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 成立一間投資控股公司 暫時是全資附屬在騰訊裡面 如果國家不喜歡 就拿那間公司出來招股 就變成兩間公司 可能會成為中信股份 那類的太古那類的公司 就希望兩間公司 加起來就可以 都撐回騰訊的 現有的產業的價格 其中一個方法 我猜他們都一定有想過 所以我這個網友 非常之有誤性 誤性就是沒有英文譯名的 沒有英文譯名的 非常之好 當然有些人不喜歡 嚴長者長氣 說過往一點不要說那麼多 我又不會因為這樣而改變 我是這樣的方式 就是這樣的方式 我買股就不會活在當下 我一定看回歷史 歷史以前有沒有發生過 這樣的情況 我怎樣處理 處不處理到 你要認識了以前發生過的事情 你才可以比較上 面對著現在的情況 的場景 你多些方法去解決它 活在當下就不適合我炒股 我想任何人買股 都不會活在當下 有看之前 歷史 有看估計一下未來 這樣 賺錢的機會就更多 好了 第二隻股講 就是這隻叫港燈SS 港燈SS 曾經插水式跌的 跌到6.0多的時候 在6.1之下 6.0多我就買了 為什麼呢 我就覺得它跌得多了 過了兩三天 它就慢慢 在6.2.3 今天就收市 曾經去過6.2.8 我就不想它放快升 這麼快升 也是沒什麼用 我希望它在這個價位 在那裡6.1到6.3 就橫行一段日子 先建立那些基礎 比較上長遠地說 就會看業績 看派息 都要做一個基礎 當然如果它彈性到 好像奧博 待會我告訴你 好像奧博 那當然也好 但是不需要 找到一個底 已經是非常之好的 有個網友 有些網友說 先看好一點 先看好一點 首先 我都覺得自己看好 A也覺得自己看好 B也覺得自己看好 B也覺得自己看好 什麼是看好 第一 要價位 價位合不合你自己的心水 有些朋友就是這樣 我見過 他說這個價位不合 我要讓它跌多一點 先看好一點 話口味完 那隻股真的跌到那裡 他又說 不行 跌小過急 我又不對 明天先 明天 那隻股彈回去 所以我就說 如果看好的時候 自己的心裡 是要有一個量化 先 不是說 先看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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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點 我是支持看好一點才買的 但是我買的時候 我覺得看好一點 好了 講一個澳博 塞錢入我的手袋裡的故事 澳博 大家不用說 那些豪賭股 每一隻你買哪一隻都是 這麼坎坷的 今年不用說原因的 你也知道 沒有賭客 酒店也租不出 今天這隻股 升了6% 就不是這隻股 只是這隻股上升的 每一隻豪賭股都會上升 那些什麼金沙 每一隻都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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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都升幾個% 有些還升得多於澳博 那應該是 我覺得是 有消息說 二十大之後 會多些遊客 去澳門 娛樂 去澳門 娛樂 聽而已 聽而已 所以就 全線 豪賭股 經過這麼長期的 坎坷的旅程之後 今天就彈幾個% 那這隻股 兩個月之前 就宣佈公股 那 我想它真的沒什麼錢 這隻股虧了 虧了二十幾億 好像負二十幾億 差不多沒有錢出糧 差不多沒有錢營運 差不多 那就要公股 那我就可以公一萬二千五百股 就是收了一個Wallant 收了一個Right 不是Wallant 是一個Right 公股權 代號2956 可以賣出去的 你不公股可以賣出去的 都有價錢的 有人要買的 那在今天9月13日 就抽了我 二萬六千元 加上一百元 手續費 這樣就給了錢 新股都還沒到 但是我 我有個總在 我還有股票 我有股票 才有公股權 哦 今天的現價股 是2.8 公股價是2.08 都不用做什麼 今天 如果你賣一萬二千五百股出去 每一萬股賺七千二 七千元 計算在手續費 哇 我沒遇過這麼笨的公股 通常公股沒有什麼好處 這個這麼好東西 所以出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想不是 何小姐 何超瓊小姐 設計的 這麼巧 這麼旺 剛剛遇到有好消息 一公股 一抽了錢 新股都還沒發出 股價跳升 升了5-6% 今天真是黃了 要記住 13日 9月13日 13日是多幸運 9月13日真的好幸運 好了 但是另外一隻股 我想提一提大家 這隻股很大機會公股 這個浙江湖航湧 今天傳出一個消息 就是說 公股的通知 他們叫增資 增加資產 增加資產 叫增資 文件 延遲發出 延遲 延遲 沒有說不發 就是這樣 令到這隻股 增加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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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過往 一段時間 的 增加資產 很多時候 我覺得很大理由 是 有些人 比較知情 覺得這隻股會公股 所以先向下走 走到這個位置 向上彈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低位 五九幾 這個低位 如果他一宣佈公股 就會跌回到這些位置 如果不想公股的人 但是可以趁他現在彈起 明天怎樣 就先賣了 等他宣佈 文件公佈了 要公股的時候 他就會插進去 插到你公股價附近 那你們就 在那裏買更好 不用公股了 在那裏買 是我一向對公股的處理方式 唯獨這隻 不知道為什麼我又這麼乖 我又這麼支持 這個何超瓊女士 真的 因為我擁有了這隻股很久 我真的給錢去公 公了之後 每股 折了7毛錢給我 真的好 我今天講到這裏